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5月4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关于克里姆连宫遭无人机袭击的事件 乌方已经做出了否定的表态 泽连斯基总统今天亲自否认了乌克兰国家参与了这次袭击 乌克兰总统府直指俄罗斯做戏 只不过为了找到更大规模对乌克兰进行恐怖攻击的借口而已 乌克兰总统发言人波多利亚克也说 乌克兰与无人机袭击克里姆连宫无关 与此同时,俄罗斯安理会一把手梅德韦姐夫 则在目前毫无摘平时局的情况下 大声呼吁报复和干掉泽连斯基本人 美国的态度非常谨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我看过报道,我无法验证他们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补充说,我对任何出自克里姆连宫的东西都善至诱善 目前,居住在乌克兰 并与俄罗斯反对派决士部门合作的前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 伊利亚·布诺马列夫说 他知道的反对派团体之一 与无人机袭击克里姆连宫有关 言外之一就是俄罗斯反对派策划并实施了打击 但他没有透露细节 因为他说他无权披露他知道的消息 乌克兰国防部长说 基辅不需要攻击克里姆连宫 因为克里姆连宫负责任的命运已经由国际刑事法院决定 列兹尼克夫今天发送了一条没有直接点名俄罗斯总统的推文 他说,乌克兰不需要在莫斯科的住所袭击俄罗斯战法 法庭将处理他们 国际刑事法院于3月因涉嫌战争罪 对俄罗斯总统和儿童特使发出了逮捕令 尽管没有出示丝毫证据 但这不妨碍克里姆连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声称 俄方将此行为视为在胜利日前夕对俄罗斯总统有计划的恐怖袭击和暗杀 乌克兰政府新闻秘书希尔西尼基夫罗夫表示 乌克兰没有关于所谓的克里姆连宫业席的信息 然而,正如泽连斯基总统一再指出的那样 乌克兰将其所有力量和资源用于收复自己的领土 而不是攻击其他国家 他说,将乌克兰描述为恐怖主义国家的措辞 尤其令人惊讶 恐怖主义行为应该是那些地孽波罗和乌曼的爆炸摧毁的建筑物 或是克拉马托尔斯克火车站爆炸的火箭弹 以及许多其他悲剧 确实,什么才是恐怖袭击 那就是俄军在乌克兰每天所做的事情 在炮击乌克兰平民目标400多天后 在6天中连续空袭乌克兰三次以后 今天早些时候 俄罗斯连续7天内第4次大规模空袭乌克兰 空袭在基辅触发了警报 许多人在该市的地铁站寻找庇护所 那些找到宾南所的人 在地下耐心的等待威胁的解除 一位老师甚至为学生上外预课 不过,乌克兰防空部队依然神勇 他们击落了来袭的24架伊朗无人机中的18架 基辅上空的无人机全部被摧毁 西基奥德萨的15架无人机中的12架被拦截 三架集中了一所军事学院的学生宿舍 伤亡还不清楚 泽连斯基出访荷兰 在海牙发表了演讲 主题是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他说今天一如既往 在5月4日晚上 让我们向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人致敬 还请记住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侵略 这些乌克兰人今天可能还活着 简在4月份侵略者就犯下了6139起战争罪行 导致207人死亡 其中包括17名儿童 泽连斯基说 我们需要一个战争的法庭 战争的正义 而不是一个换核法庭 这应该是不再重复这种侵略的保证 他说 普京将在这里受选 在国际法制度 我相信 当我们获得胜利时 会看到这一幕 而且我们会获胜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获胜 看看世界是如何团结起来帮助乌克兰的 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 已超出了帮助一个危在旦夕的国家 对于泽连斯基来说 这将是一次短途飞行 他周三对芬兰进行了未经宣布的访问 与5个北欧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然后马不停蹄又到了荷兰 对荷兰的突然访问 将是乌克兰领导人上任以来的 对荷兰的首次访问 援助方面的消息 一 乌克兰短期内 不会从泛兰接收FA-18大黄蜂战斗机 与我们预料的不同 泽连斯基走访泛兰 并未实现在西方援助先进战斗机方面临的突破 泛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 由于和俄罗斯有着漫长的国境线 泛兰只有等到F-35陆续到位后 才有可能将目前服役的大黄蜂战斗机 转移给乌克兰 但是届时很有可能 这些战斗机也没什么大的作用了 此前前任泛兰总理马林曾表示 泛兰将考虑转移FA-18战斗机 给乌克兰的可能性 但后来泛兰国防部长表示 每一架FA-18都很重要 短期内看不出有转移给乌克兰的可行性 不过泽兰斯基并未气馁 他再来到荷兰后表示 乌克兰仍将继续努力劝说西方伙伴提供F-16飞机 并希望取得积极成果 二、巴基斯坦国防部5月1日宣布 巴基斯坦承诺的援助乌克兰的 44辆T-84主战坦克已经全部运抵乌克兰 巴基斯坦成为最早完成兑现援助乌克兰坦克的国家 巴基斯坦现有T-84主战坦克320辆 将视乌克兰战场态势以及乌克兰的需要决定是否加大援助 巴基斯坦将坚持援助乌克兰 直到乌克兰收复备占领土 三、美国正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3亿美元安全援助计划 包括额外的海马斯弹药、榴弹炮、火炮和坦克弹药、火箭、小型武器和弹药等 白宫新闻秘书尚皮也提到 美国政府过去几个月在乌克兰计划进行的反攻前 为满足乌方需求做了大量工作 自战争开始以来 美国已经提供乌克兰价值超过357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好,咱们一起来看战况 一、在过去的一天里战线没有太大的变动 俄罗斯军队在莱曼、巴赫姆特、阿富蒂夫卡和马连卡方向进攻 乌克兰军方击退了40次敌方的进攻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航空兵对敌方阵地进行了13次打击 并4次击中俄军防空系统 与前一天相比 阿富蒂夫卡和马连卡方向有恶化的趋势 特别是过去一天记录了24次俄军的进攻 二、战争最新方面 俄军昨天袭击了乌克兰的10个地区 他们对切尔尼戈夫和苏梅地区的边界进行了35次袭击 他们夜间抛击了地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地区的尼克波尔 造成一名男子受伤 俄罗斯军队昨天对赫尔松地区进行了98次袭击 用重型火炮、冰爆多管火箭、坦克、无人机和飞机 发射了539发炮弹 共造成23人死亡、46人受伤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主要的伤亡是因为俄军炮击了当地的一家超市 泽连斯基指出 当天赫尔松伤亡者全都是平民 他向于南者的家人和朋友表示哀悼 并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原谅罪魁祸首 一定会打倒俄军 追求所有肇事者的责任 三、乌总参发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19万2590人 新增650人 坦克3707辆 新增5辆 装甲车7216辆 新增17辆 火炮2962门 新增16门 从战果数字来看 战斗激烈程度比起前几天可以说是陡然升温 四、据说 俄军在被占领的扎布罗热核电站 第四动力装置的乌轮机部分的场所 放置了设备武器和炸药 五、在俄罗斯和俄罗斯占领地区多地发生爆炸后 俄罗斯斯塔夫罗布尔地区又发生了燃料和润滑油材料仓库爆炸 而在与克里米亚接壤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再次遭遇无人机袭击 导致伊尔斯克川一个油库着火 六、五月三日普里格金声称 他的部队中有116名战士在24小时内丧生 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了反攻 他说 我相信乌克兰军队的进攻已经开始 我们在周边和前线都看到了最大规模的活动 因此我认为一切都开始了 而且我相信在布局的将来 一切都会进入活跃阶段 这可能是这几天的事 普里格金还宣称 最近几天 瓦格纳在巴赫木特的战线推进了230米 乌克兰军队现在被围困在 仅约2.6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与此同时 普里格金再度抱怨 莫斯科无视他增加炮弹供应的请求 他说 国防部没有提供火炮弹药给我们 我们只有能维持几天的资源 他们无视我们的要求 七、乌克兰地方官员今天表示 赫尔松市将自5日起 实施宵禁58个小时 赫尔松州州长普罗克丁说 宵禁时间将从格林威治时间 5日17时开始 持续到8日的30 在这58小时期间 赫尔松市禁止上街 全市也将关闭 不得进出 居民可以在住家附近短距离散步 或者前往商店 但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明文件 外界一般认为 这是乌军有大规模调遣的需要 所以需要市民配合封闭 防止消息走路 当然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 地面不和左岸地区沼泽密布 重型装备和较大规模的部队都难以行动 乌军此举只是固步移战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先前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